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和大家討論馬 各位師兄如果未訂閱我的頻道,請按紅色的按鈕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有空給點Like,支持一下我 和大家討論6月23號第一場賽事,五班千二 這場馬真的圓七百周 和線路的馬,我覺得只有七隻 選馬,真是很複雜的 但... 要選的,我覺得這裏有三隻 四班馬,四隻叫做四班馬 1234,有些怎樣從四班馬跑過 一局半,萬世欣這些,十五班馬馬近 這場馬是亂就亂一點,但實力是在頭幾隻裡面,始終飛不到一兩隻 因為級數始終先行先,但如果有看我這個頻道,我就很喜歡 看看明月聲輝怎麼跑,這場跟大家看完馬再講 看看他上次如何後尚如箭,但他輸給一隻刑多福,這位置我中,他推爆我 壓到銀城福星,還有銀城金剛獸,敬王子 這兩隻刑多福和敬盡時代,其實是四八馬,都是四六五馬 其實他輸給的馬,可以說是輸給兩隻,跟那兩隻四班馬跑的 當日的負磅是一二四,今日的負磅也是一二五 當日的負磅是一二四,但他要去到十三檔,不過他都是留後跑的,但變成被動了,我喜歡他,但他就被動了 這隻都是一些大馬主馬,失敗的大馬主馬,現在是外档,黃三那隻 這隻就定了在後面,他這次都要這樣跑,沒有特別,沒有選擇 那就看看他那段衝勁,最重要,這隻就是金剛獸 那分別有金剛獸,黃帝,趙令,內蘭尾三,黃三,明月,聲輝,中間,登力軍 就一路頂住,外面黑衣,黑帽,那隻雷昭 好了,轉彎的時候,前面銀城複星就放頭的 銀城複星都是實力指標來的 那是五班的實力指標,可以說 那你看看他這裏,在樓上都是尾二的,他後面都要踩出來的 那就是金剛獸,在後面都要踩出來的 那不用找位,不用好,大踏步這樣上 那你看看他末段那段衝勁先 蘇迪彤,不要小看他 那時候幫何良撒馬,都不知道很準的 那天那隻長江補照,他都騎得很好 不過剛剛進不到位置而已 那輸給那兩隻四班馬跑,堆垃我 那最後那部,氣死我了 那但是你看到他呢,那些衝勁 對你那些金剛獸那些,真的沒什麼到的 三部就贏你一個金剛獸,成一個多馬位 三部,最多的三部 但是呢,今天就有一個問題 就十三檔又叫做被動 和這場馬的線路很複雜 那現在跟大家說一下神操,好嗎? 一毫萬事恩,今天就田坦安武 換陳嘉熙,減榜都對 下來這個班,時刻都會提防 正常神操,自由王,蘇迪雄上主騎 這隻馬在這個班都速度很好 都是正常的操練 勇俊大師,沈拿摸過的,正常操練 宜昌復星,何宅堯正常操練 天王巨星,梁家俊,原裝配搭而來 他不需要考責,走去走去試了貨責 操練是積極的 洪方進區,黃浩南有摸過的 李敬國上次就,又贏又披 我記得一下,看看先 不要誤導大家,最重要是 希望我提供的資料 他不需要的,又贏又四 又贏又四 1200萬泥地就贏 然後1400萬泥地就贏 然後1400萬泥地就跑過Pay 今天就回來1200萬泥地 李敬國兩次都不奇 就找了黃浩南,黃浩南都OK的 金剛獸上次都是跟明月聲輝一起的 操練都是OK的 到明月聲輝,蘇迪熊摸著 操練是好,我覺得是OK的 大家看看 蘇迪熊摸著,好像當他兒子 量度都是自己量度 要是蘇迪熊,要是負戀 還想摸過一次 但始終都是,在這班 卡士都是差一點 對著124這三隻 卡士差一點 看看鬥志好不好 哥哥仔 操練正常的 開心在然,操練正常的 異性相級 葛倫悶上潘頓 葛倫就是騎了金剛獸 葛倫也是積極的 你可以看一下 他又長又短 阿摩這些馬 究竟是長還是短,我真的不懂得分 葛倫兩次騎一次,第五一次第二 又1200又1400又1200 舊人寫在麥菲文那裡 1200跑馬地第三 沙田泥地第四 1600又第五 究竟是哪一番才是呢 他根本都不懂得說 但這些年輕的馬 去到這裏 今天有配備變動 又脫眼罩 CP1 考考大家的腦筋 我都是做 提供所有資料給大家參考 各位師兄參考 日中星 仍然是楊明倫 楊明倫和傅鍊摸到實 這隻馬 神粗 大家看一下 傅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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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明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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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威龍 楊明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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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最慘的就是第一場 完全沒有賽道,顯示利放,利追 A跑道一口氣都未必能放得到 通常你不可以看得那麼糟糕 如果要我選擇呢 我也是選擇明月聲輝的,因為我搏他 說真的,這些大馬、魚馬 變成解馬了一隻失敗的馬回來 還是拍賣會馬日來的 你都要想辦法,既然他兩場都拼得這麼厲害 上場雖然是田大安 前一場才是蘇迪宏 但蘇迪宏只是輸一個馬位 所以不要小看蘇迪宏 今天蘇迪宏 希望他可以交到田大安的表現 我先拿他做膽 其實一跟他們做膽 我真的很難抉擇 但我覺得有個自由王 萬事恩真的未必比自由王 一蓋他 真是很窄 最慘的是萬事恩 萬事系 你都知道幾厲害的 那位女士 經常都交代 自由的 自由物那些都是方仔 那些支持者 這些可能在前面就強扯了 一扯起來 會不會抑到明月聲輝 現在就沒有人知道 但是如果 稱喜上來 博明月聲輝 是上次那段喘徑 希望他前面 真的快 拿了他先 那 那 那 一二我都會拖 就是 拖他前面 散不完 唯有這樣想 那 這場我的介紹呢 如果連贏位置 八拖一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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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贏位置 八拖一二四 那 那 就 八拖一二四 那 如果懶滿 那 天王巨星抽過外降 又不是很好 跑 那 金剛獸 上次棋得很好 那 仍然都用角能 那 哥哥仔抽過外降 又是對隻馬 不是很好 但是呢 其他那些都應該見盡 那 還有 紅方進區 這陣子 那些明星馬 贏完 就 一個明星 贏完 一個明星 這隻 都叫做會贏的馬 那 那 單T四連環 那 我按一隻六 紅方進區 按一隻六 還有 還有 不好意思 想想想想 真的要先夾一夾 按一隻六 還有 七 上次金剛獸 都輸給明月星輝 不是很多 那些錢都要省起來 省起來 很積極 我想他整個上一磅 真的 他都污一聲 那 這場的介紹 就是這樣 駁 這隻明月星輝 重踏正軌 交出他應有的 這麼高身價的表現 希望 都應該可以反彈 那 八拖 八拖 一二兩隻快馬 四 再刺少少 因為他有卡士 側身 跑過多少場 宜昌復星 大家看看 但是這個馬房 你真是怎麼可以 夠膽得口咬死他 我都說 那隻宜昌飛驅 我還買了他WIN 一轉 苗里德那裡就搏你了 那這隻宜昌復星 跑了才不夠 跑了九場 近過了 輸來輸上 對上兩場才輸三個馬位 一千輸三個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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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來 上場都是五班 即是下來五班 都是跑過一劑 那些要試一試 但操練也是積極的 八拖 一二四 懶滿四連環 四重彩腳 才愛回六七 八拖 一二四 懶滿才愛回六七 好啦 那麼各位師兄 我就提供資料到這裏 到時就各位參考一下 如果各位喜歡我這個頻道 麻煩大家高抬你們的手指 按一按紅色的按鈕 還有多些麻煩朋友那裏 在Facebook 分享我的影片 希望支持一下我 還有給多些Like去支持我 我都盡量去改善我的頻道 我都盡量去改善 令到大家看得舒服一點 還有多謝 有些師兄提點我 我有些什麼問題 去改進一點 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頻道 看得舒服一點 開心一點 最重要就是多贏一點 對吧 那好吧 第一場的介紹就到這裏 記得支持一下我 多謝 拜拜